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美中误读啊 美中不读啊 等等等等什么看天下的 但是后来他们觉得这个还比较好 原因是什么呢 第一呢 这个书30万字 它几乎涵盖了我这些年对美国的政治文化社会经济 尤其是法律的很多的一些言论和看法 所以呢 这个看法一个是对某一件事情 比如说对美国的看法和观察 还有一个呢 就是希望能够从法律的一些层面 来了解美国的这个制度 不论你喜欢它还是不喜欢它 它为什么形成了这样的一个制度 那么这样的一个看法 希望能够提供给读者 有一些机会能够了解 这个中美将来是不可避免的 要成为世界最大的 最强大的两个国家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这个两个大国坦率说如何互动 它可能不但是对这两个国家 自己的人民会产生影响 它对这个世界的影响都会非常大 那么当然中美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这意识形态的差异 文化的历史的各方面的差异非常大 所以我觉得希望通过这样一本书吧 就是能够帮助中美两国之间 尽量的减少一些误判 如果是正确的判断 确实是这个君子和而不同 那就是我们确实有不同的地方 但是不能说因为明明 其实我们很多想法是一样的 或者是近似的 但是因为我们不了解对方 或者是对对方的一些做法 体制制度产生了误判 从而导致了一些 本来一个已经相当复杂的双边关系 而变得更加的复杂 所以我基本上是 这本书基本上想起到这样一些作用 确实这个名字简单 让人一目了然 其实最重要的是内容 我相信在您这本书里 您也一定谈到了美国的选举制度 当然 因为美国的选举制度 作为美国政治文化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 相信很多国人的朋友 包括我们电视机前和视频机旁的朋友们 他们都比较感兴趣 是 而恰逢 我们今天11月4号是美国中期选举的投票日 这一次中期选举 我相信您作为一个美国的宪政的学者 也是一个史诗政治的一个观察员 您怎么看这一次中期选举 overall您的看法 我觉得这次中期选举坦率说是基本上是第一 就是对未来两年 尤其是2016年的这个总统大选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前哨战 或者是一个有重要的指标意义的 当然您咱们以前做节目 我们也提到过美国的民意是如流水的 如果以今天的这个选举来判断两年以后 对民主党有利 还是对共和党有利的这个总统大选 那未免太早 但是毕竟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我时常说啊 这个美国有这样的民意测验 那样的民意测验 但最准确的民意测验 就是这个投票 对 所以这次的中期选举呢 我觉得它是有一些共性的东西 或者是说跟以前的中期选举有些共性的东西 比如说这个总统的第二任期 通常在这个中期选举当中呢 总统为首的这个党 非常有可能这个失去优势 这个历史上也不止一次的上演过这样的戏码 这是第一 第二一个呢 这个传统来说 总就是现任的总统 经过这一次中期选举以后 不要说你有可能 比如像奥巴马 有可能失去参议院和众议院 就算他不失去参议院 众议院看样子 现在是几乎拿不到 多回来可能又不大 原则上 这个未来的两年 这个总统成为了 坡脚总统的几率非常大 这个坡脚的 这个我觉得 由于这个选举的结果的不同 会造成他坡脚程度的不同 但坡脚是一定的 也就是未来的两年 共和党人当然要持续不断的批评 奥巴马过去的六年到七年 是如何的失败 他的民主党 事实上你现在看出来 他民主党自己的同志 尤其比如是像在肯塔基州 这个Mitch McConnell 就是我们前劳工部长赵小兰的夫婿 跟他竞争的一个民主党的女的候选人 现在他都不敢公开说上一次 有的记者问说上一次你投总统的时候 你是投给奥巴马了吗 他现在都不敢说 他说我要沿用宪法保证我们投票的秘密的权利 所以现在你就可以看出来 现在他民主党自己的一些在选举特别胶着的州里面 他的这些民主党的人士都希望跟这个现任的总统 也就是奥巴马总统保持一定的距离 所以你就可以看出来说 自己的同志也不爱了 敌人继续的会拿你这个骂你来说事 所以未来的两年 我觉得这个奥巴马的白宫岁月将会变得 我觉得将会变得更加的这个有意思 在我看来是这个传统上来说 总统第二任期的这个midterm election 就是中期选举以后这些共性的东西 但是奥巴马自己呢 我觉得还有个性的东西 这个个性的东西就是毕竟 今年也是美国建政237 238年了 历史上第一个黑人的总统 从我的角度我觉得我也是少数族裔 我当然希望这个少数族裔的总统能够做得好 因为他做得好对未来的少数族裔的人士再出来选 包括很多的这个Chinese American 也许以后还有机会 但是如果他做得不好 那么或者在未来两年 他不能这个得出一个非常好的 给自己留下一个政治遗产的话 那我觉得以后的选举 美国人民会不会对这样的一个昙花一现 究竟以后还会再出现 还是不会再出现 这个我觉得有非常大的这个指标 以这个跟比如说克林顿 或者是小不是的后继 有他这个不一样的地方 那么当然你也知道最近最近一段时间以来 这个奥巴马政权 奥巴马政府遇到了很多的批评 昨天我还在另外一个场合碰到一个 也是一个非常熟悉国际政治的一个人士 他就提到说 这个好像有点诡异 这个诡异是什么 就是奥巴马你现在去看他这个 这一段时间的经济指标 不论是失业率 不论是这个股票 不论是这个经济的各项的指标 都还是不错的 也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为什么这个现任总统和现任总统的这个党 他的民调是低迷的 按理说美国人不是都很现实吗 只要这个吃得上饭 这个有收入就好啊 但是呢 这一次我觉得一个诡异的地方是什么呢 就是美国人说 首先这个经济上获得的成就 究竟已经反映到美国普通老百姓的民众的生活当中去 没有 这个需要一定的时间 而且经济学家不同的对奥巴马的一些解释 说他解决的就业 有水分 或者是解决的就业 可能有相当一部分的美国人已经太失望了 已经退出了这个就业的市场 因此这个统计的数字也不可以全信 即使是可以全信的话 那么美国人民还要担心是什么 就是美国人民他有的时候觉得说 我们的这个在全球的领导力 对呀 我们很在乎 那么很多的这次很多的民意调查 你就会发现这个奥巴马 他在目前在很多的国际问题上所采取的立场 那的确引起了美国人民的不少的批评 比如说在叙利亚 最开始的时候在叙利亚的问题上 后来在ISIS 后来在中东的这个以色列跟这个巴以和谈 在埃及 那当然最近的毫无疑问就是这个埃波拉的病毒 等等都反 美国的民众都觉得说 这个好像我们在需要总统有决断力 和展现自己非常坚强的领导能力 尤其是在世界的舞台上 让美国变得比较强大 让世界人民来尊敬 来这个仰望美国的时候 好像他们对奥巴马这方面批评比较多 那当然这个中期选举 今天才要这个选嘛 那究竟什么样的结果我们不知道 但是基本上我觉得有一点是肯定 就是奥巴马会成为破脚的总统 他的破脚的程度的大小 那么取决于这次选举最终的结果 也就是这次最终结果中恐怕 大家讨论比较多的 还是参议院会不会一手 因为如果就像刚才张律师讲的 如果参议院被共和党所控制的话 那我们总统什么也别做了 对 几乎就是所有的任何的重大法案都无法通过国会 也就是我们总统的执政 也许他可以通过一些方式行政命令可以实行 但是很多问题会非常的麻干 但是就是因为参议院如此之重要 就您的观察 共和党这一次有多大的机会 能够夺回参议院 我现在看起来就是共和党夺回参议院的机会 至少目前的民调来看 这个机会是绝对存在的 或者是说在历史上来说 他是第一次的非常接近 把这个参议院拿回来的这样一个机会 所以那当然现在选举结果还没有 所以我们也不好说 但是看起来呢 这个如果就算不夺回来 那么奥巴马可能在参议院维持的微弱的优势 又会被进一步的蚕食 你试想一下 他现在这个参议院自己还掌握着几票的这个多数 那么都很难推动施政 每年的时候都要来一次这个政府关闭 国债上限等等 那么如果他真的在参议院失去了多数 哪怕失去一票 我觉得对这个民主党的 首先对他本人的打击非常大 然后对民主党的打击当然也非常大 这个我刚才说了 没有这个民调更比这一次的选举更重要的了 所以说那么民主党就会产生所谓的这个连锁的效应 因为未来的两年 那么这个美国的这个总统的选举就要进入这个 颈锣密鼓的就要展开了 那么如果民主党在一些重要的州 那么在这一次的选举做得不好的话 那么非常有可能影响到民主党在未来 就是在2016年的总统大选 别的不说 这个你也知道希拉里克林顿 他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就是他要选 但他始终都不松这个口 走到哪都说我要到明年的时候才要做决定 但是我个人认为就如果这次参议院 如果民主党失去了哪怕一票的优势的话 那么这就会逼着希拉里克林顿要很快的出来表态 因为他如果这时候不出来表态 那么很快的民主党的其他的这些人士都会杀出来 那那个时候他恐怕就失去了先发的优势 所以我觉得这次的选举很多人觉得不重要 中期选举从来大家都政治冷感 也许对 但是就算他投票率不高 出来选票的投选票的人不多 但是他这次的中期选举的重要性是绝对不容忽视的 尤其是这次中期选举非常重要 原因就在于说我们总统欧巴马先生 他在过去的几年中饱受各方的批评 如果他最后连自己最后一道防线都无法守住的话 他最后两年的白宫岁月将是非常不好过的 张律师其实他这一次我也注意到 美国的很多的政治学者们都说 这一次外交政策并不是一个重点 美国中期选举往往都是以国内重大政策为主 而且特别我看那个National Journal 他们有一个非常耸动的题目 他就告诉奥巴马说 你还是没有把经济做好 如果我们的总统 如果民主党失去了两院的控制 这对美国的外交政策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我觉得如果在任的总统不具备国会的支持 尤其是如果不具备国会两院的支持 那么要推动一些重大的外交政策是非常困难的 因为你知道很多的你比如说TPP也好 比如说这个跨这个大西洋的这种 经济和组织也好等等这些东西我很难想象 因为最终都需要国会的这个同意 如果这些都搞不定 那么很难有人或者是有的国家愿意非常seriously跟你去negotiate 大家都觉得你这个跟你谈完了以后 你能得到什么 我跟你谈得很艰苦 弄了半天 最后你也不一定能够得到国会的这个背书 所以这一点上我觉得如果他真的是去这个两院的话 那对这个他的未来的执政能力 不但是在国内的执政能力 尤其是在这个这个国际舞台上 那么会极大的削弱他的这个权威 我觉得这是第一条 那么第二条呢 他对这个中美关系 当然我们一会还要讲 我觉得对中美关系也会产生这个很大的影响 尤其是你也知道 他在中期选举之后要去北京 第一呢是参加APEC的这个领导人非政治会议 同时呢他还要顺访这个中国 是一个国事的访问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 我觉得他那个时候去 究竟他这个他的中国的对手们 还会多大程度的重视他的这样的一次访问 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令人 这个至少非常耐人寻味 因为现在我们还确实还是不知道结果 尽管很多迹象表明这个共和党是有可能拿回来这个参议院 那更不要说在这个众议院进一步巩固 他的现在维持的比较大的这个优势 那么看起来众议院有可能还获得更大的这个优势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这个国际的问题 的确如果现在奥巴马已经在被国人批评 说他在国际上让美国人民觉得不具备领导力 或者是美国人民对一些国际的重大事件的反应不够强有力 那你试想一下如果他连参议院和众议院都没有了 他这个多数都不在了 那他我相信他的这个领导的能力和在国际上影响别的国家的能力 会会受到进一步的削弱 而且我们也注意到我们总统 其实大家在谈到美国的外交政策的时候 大家都会以某一位总统他推行政策都会给他一个标签 比如像克林顿新干涉主义小布什新保守主义 到目前看我们学界的和智库界的朋友们都在说 欧巴马总统是一个现实主义外交政策 现实主义外交政策其中一个突出的表现 在伊拉克ISIS问题上 他说了我坚决不派地面部队 可是他的将军们都告诉他说 对不起你不派地面部队这战争没法打 而且说长期现在我们的欧巴马的外交政策 或者说我们欧巴马现实主义的外交政策 似乎好像是为了减少开销 但是并不能解决国际上重大问题 对伊拉克对中东 如果我们总统这一次真的输得灰头土脸 美国在中东会怎么办 我觉得这样会非常困难 今天我还看到一些美国的大报 说现在事实上奥巴马的总统的白宫的内阁的一些核心的成员 包括他的国安会的核心的成员悄悄地放出风来说 好像我们对现任的国务卿克里也不是很满意 虽然他也满世界飞 但是好像经常喜欢主导一些外交政策 而这个未必就跟这个奥巴马的这个核心幕僚所兑现的 或者说提出来这个外交的建议是一致的 当然他的这个后来自己的发言人还出来澄清说这不是的 然后这个奥巴马是为克里所付出的这些努力感到非常骄傲 我们完全是在同一页纸上讲话 所以你就可以看出来就是事实上的这个也有很多的有识之士 就提出来说你如果看过去的历任的总统到了这个任期 也就是第二任的这个中期的阶段 很多的时候他的团队他是要开始换人的 尤其是通过换这一些团队的核心的幕僚 那么可以重振这个团队的士气 那么当然奥巴马他是以这个对幕僚忠诚而这个著称于世的 到现在呢并没有看出来什么迹象 但是我还是认为就是他在中期选举以后 他会审视这次选举的结果应该要做一些重大的调整 因为刚才就像你说的每一个总统到了任期的末期 都希望给自己留下一些所谓的legacy 或者叫政治的遗产 你刚才提到了克林顿提到了小布什 那么在我的这个书就是美国看法里面 我还其中有一张我是提到 因为那时候奥巴马刚刚当总统 我还专门的去评论了所谓的这叫奥巴马主义 但是坦率的说那个时候的奥巴马主义 跟今天来看确实是这个时过境迁也好 还是这个国际形势发生了变化也好 你就会发现我觉得如果您刚才提到的奥巴马的现实主义 我倒更愿意叫这个奥巴马的所谓的这个 他的外交政策基本上都是在reactive 也就是一个叫反应主义可能还更准确一点 又是他对很多的这个国际的问题 他采取了说的好听的是怀柔的 说的好听的是不要处处与这个其他的国家为敌 但是很多的批评他的人会认为说 正是因为你这个这个不拨不动 或者叫reactive 导致比如说像ISIS就做大了 那么导致这个俄国在克里米亚也这个首先把克里米亚拿下 然后现在看起来东乌克兰现在也非常难说 至少受到了俄国非常重大的这个影响等等 所以我觉得当然奥巴马还有两年可以把他的这个主义给这个诠释和定义 但是至少在今天我觉得确实我没有看出来这个所谓奥巴马主义的一个完整性 或者是一个如何给这个奥巴马主义来定义 也许我们还有两年的时间可以观察 不过奥巴马可能是美国近代历史上唯一一位没有主动发动战争的一位总统 但是美国人民依然对他不满意 我看到过一位美国政治学者说过这样一句话 说奥巴马做了美国人民让他做的事 但是美国人民对他做的每一件事都不满意 尤其是外交政策 当然我们待会会谈到中美关系 其实这一次大家认为说奥巴马可能很大的外交政策的修正 或者说有一些调整可能重点还在亚洲 原因就在于说过去一段时间在中国俄国的问题上 我看过美国传统保守主义对奥巴马的批评 他们认为说你不能够把一个核大国逼到一个空那上去 其他新保守主义就说你不能够做事让两个核大国 他们越来越近而离美国越来越远 奥巴马的亚洲政策会不会随着中期选举的调整 我觉得会但是这个确实是要看这个中期选举的最后的结果 假设我们预测说这个参议院被共和党拿下 众议院继续维持共和党的多数 那么我觉得奥巴马重新调整亚洲政策会出现一些困难 这个困难就是亚洲的国家跟我们刚才提到的其他国家一样 也会看这就是奥巴马还有多大程度上在人家都说嘛 这个外交政策事实上是这个国内内政的延伸 如果说你在国内很多的事情搞不定 那么坦率说你在国际舞台上想长袖善舞 获得更多的这个国际的尊敬 或者是亚洲国家尊敬都非常的这个困难 但是呢我觉得这是一个方面 但是反过来说呢 如果他真的失去了参议院和众议院的话 反而倒有利于他施展一些个人的报复 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如果你还 没报复了 对他没有报复了 而且呢他因为他也没有再连选连任的压力了 当然他党内助选的压力还是有 所以呢他那个时候可能更侧重于 就是说我在这个所剩无几的时间里面 怎么样做成几件可以让世人记住我的好的事情 我还记得当年的克林顿在这个历史的这个节点的时候 他也去中国访问了 那个时候呢台海的关系还比较紧张 因此呢中国的政府一直希望 他在台海的问题上要有一个比较明确的表态 那么这个虽然这个克林顿到了北京以后 没有满足中方的这个要求 但是他到了上海 在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场合里面 他不经意的说出来他这个所谓的三不主义 不支持台独不支持公投不支持这个 所以那次呢他因为没有压力 他讲出这样的话来以后呢 那当然中国政府和中国的老百姓也很欢迎 当然了 那我在想对他后来退休以后 持续不断的到中国去做演讲 持续不断的做各种各样的公关活动 克林顿今天来说 中国的老百姓和中国政府还是比较喜欢他的 尽管大家对他的太太有一些不同的看法 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恐怕要从两个方面来分析 一个就是他如果失去这个两院的话 他强势的推展他的外交抱负 我觉得比较难 但是同时呢 他在这个国际上 尤其像中国这样的大国 他交一些真正的朋友 在退休以后 你比如说像我们以前的卡特总统 卡特总统被认为在任的时候 是一个糟糕的现任的总统 但他是美国历史上最好的一个过去的总统 就卸任的总统 那我觉得这个也未尝不是一种考虑问题的方法 那我相信奥巴马 他虽然很多人批评他缺乏领导力 但他绝对不缺乏智商和智慧 在这个问题上 我相信他还是会审视多事 所以不是说他一定输了这个选举 就一定没有办法展现报复 但是呢恐怕要以不同的方式来展现 这次的中期选举似乎中国问题 并没有成为美国中期选举的一个话题 美国总统奥巴马刚刚选完这个中期选举之后 不管他高兴还是不高兴 11月6号他将飞往北京参加APEC 非正式领袖会议 同时会议完成之后 还将在中国进行访问 张律师 不管我们总统的在这次中期选举的好与不好 他都要去北京 对 他都要去见习近平 我相信大家不要忘了 为了我们总统的这一次的访问 我们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 专门跑到北京待了三天 是 从来没有这么如此 seriously 如此慎重 郑重的 为一个总统的非正式访问 做如此大的功夫 您认为 这一次中美关系 会不会因为欧巴马遇到了很多外交问题 而使得中美关系 开启一个新的不同的一个篇章 你刚才提到赖斯去了中国 谈得非常深入 也非常坦率 别忘了中国的国务员杨洁篪 对 也专门为这是跑到美国来 那么之前还有中国的外交部长王毅 所以双方对这个事情 我觉得都非常的 这个是相当重视 应该是说 而且呢 坦率说 我觉得这次的APAC会议 很多的时候让我想起来 当时小布什在911以后 那么这个在上海开的那次APAC会议 那次APAC会议坦率的说 这个当时很多的美国人 因为刚刚发生完 很多人就说不要去了 因为我觉得他那次如果不去 中国政府和人民也绝对可以理解 因为这个可不是像加拿大的这个哈破 因为发生了国会山那个枪击事件 他就说不去了 那这是美国三千多条生命 这个美国的总统毫无疑问 他的宪法要求他的最大的责任 就是保护美国民众的安全 但是在那个时候他能够力排众议 到中国去 从此开启了 本来大家认为非常困难的 就是小布什上台以后 有可能会变得更加困难的 一个中美关系 所以有些事情 可能这人算还真不如天算 如果你试想一下 如果当年没有911事件 从客观上来讲 当然人命的损失都是 都是我们一定要以最大的同情 和对这个恐怖主义最大的这个愤慨 但是正是因为那次恐怖主义事件 反而觉得让别人觉得说 本来小布什可能要对中国 采取比较强硬的外交政策 但没想到后来到了APEC以后 就发生了中美两国之间 相对比较平顺的 以后的比较长一段时间的 比较平顺的中美关系 所以我觉得这次的APEC会议 完全至少我们有潜力可循 就是如果双方的领导人 能够审视度势的话 他可以把它变成一个比较好的 这个开启中美关系新纪元的 这样的一次会议 坦白说我对他的期待值也比较高 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第一 中国刚刚开过18届四中全会 那么现在看样子各方面的工作 那么如果要提到法治立国的话 那各方面的工作 肯定是要逐渐的进入正轨 前一段时间这个暴风 咒语式的这个反腐 那么如果要把它纳入到这个法治的轨道的话 那我相信他会进入一个比较 这个以法治国的这样一个 比较平稳的发展的这样的一个模式 那么同时呢 由于奥巴马在这次选举结束以后 他从此没有 再也没有选举的压力 和为自己党内出选 党内的这些 这些同志来辅选的这个压力 我觉得他中 因为我一直认为 他是一个有报复的人 有理想的人 由于自己也是有智慧的人 那么他上台以后呢 遇到的各种各样的困难 有些可能确实是他领导能力的问题 但也有确实的是美国的政治现实 让他也没有办法 那么这一次呢 他如果能够 能够摆脱了这些基盘 那么他是否能够 对这个未来的中美关系 能够做出一些新的 他有他奥巴马 个人特色的一些判断 我觉得这个是至少我是非常期待 尤其是中国的领导人像习近平 现在也完全的这个走上正轨 这个看起来各方面的这个情况 也非常有利于他这个展开强有力的 这个施政的报复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我觉得中美能够达成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 未必是不可能的事情 而且在这一次的峰会上呢 现在看起来中日的领导人 也有可能 或者是中日的关系 那么借着这个奥巴马访问 奥巴马会不会在这个当中扮演一些角色 因为坦白说 虽然很多的这个媒体指责 就是美国在背后这个指使日本 但是从根本上说 美国是不愿意看到中日之间发生军事冲突 或者是东亚的情势 长时间的紧张 因为那个从自私的角度 最终对美国本身没有好处 而保持适动的紧张 可能对美国的是有好处的 但是如果因为一旦紧张 你就很难说 有的时候不是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 所以在这情况下 我个人觉得奥巴马可以在 你说他重返亚洲也好 或者把支点移向亚洲也好 这些我觉得都是一些这个 都是一些辞早 但是关键是我们赋予他什么样的定义 那么未来的中美两国 在亚太的这个区域里面如何的互动 如何的合作 如何的互动 甚至如何的对抗 我觉得双方都有一个学习的过程 因为这个有的对抗是 不一定非要表现以战争或者军事 或者是武力冲突的形式 很多的时候这个 如果你是一个worthy这个对手的话 反而会有利于双边的关系的发展 尤其是中美两国现在在世界扮演的非常重要的角色 尤其是在亚太的地区扮演的角色更加是至关重要 是不可或缺的角色 如果双方能够这个摸索出来一种 这是在我们这些洛杉矶附近的安纳伯格庄园 他们所期许的叫新型的国家关系 大国关系的话 我觉得首先对两国当然也好 但是其实对全人类的发展都是有非常大的好处 因为中美两国确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两个大国 不过我们注意的 这次的美国中期选举在选举中 我们虽然我们并不期待 他们有很多的外交政策的辩论 但是中国往往每年都会成为一种目标 或者说一个议题 而今年却没有 我们特别注意到 共和党的参议员们 对中国的在过去一段时间 对中国的攻击和对中国的责难 声音率没那么大 对 有没有这种可能 虽然如果Warsen的Wars 我们总统奥巴马民主党 虽然失去了参议院 但是其实参议院在中美问题上 大家的共识越来越高了 对中美关系未必会造成实质的伤害 您觉得这种说法您同意吗 我这个我倒基本同意 因为中美关系 当然国会的参议院有100位 众议院有435位 也就是535个声音 你知道美国人的价值观 其中一条就是他是非常独立和自由的 尽管他们也有党编 有的时候党的纪律也很严密 但毕竟他的国会 美国的Funding Fathers创办两个国会两院 当时也不是说没有争议的 有的人说我们不需要贵族院 平民院 没必要 你就是一个院 但是原来他们的一些宪法地上 我们还是要弄出来两个 我们虽然多一些议员 但是可能对美国的长治久安会有好处 那么参议院跟众议院的不同的方式 以前我们也讨论过 所以说 但是整体上来说 这个参议员们跟众议员们来比的话 由于参议员他的一个选举的特质 就是每六年才要选举一次 所以就使到这些参议员们更多的 愿意展现一些自己的政治的远见 愿意展现一些政治家应该表现出来的谋略和大度 也就是他不一定每一件事 尤其是在野党 不一定每一件事都跟民主党作对 因为在一些重大的问题上 很多的时候他们可以表现出来 我认为这个事情对美国的长治久安有好处 对美国的国家利益有好处 虽然我也不一定同意 或者是说我的党要求我这样投 但很多的时候 他们还能独立的展现一些自己的政治判断力 这点上我觉得在众议院做起来就比较难 原因就是众议员们每两年就要选举一次 那么坦率说 就是他有这个所谓的政绩工程的压力 也就是你今年做不出什么事情来 或者是你的选区 你那个几十万一百万人的选民看到说 你在这个国会里面没 如果我们是民主党没看你推动什么施政啊 如果你是这个共和党 没看你在什么地方让我让这个总统难堪呀 或者是说让他某一个这个自由派的法案 没有这个过关 你没有表现出怎么样啊 所以在众议院方面我觉得就比较难 但是我觉得你讲的对 参议院我在想 现在究竟录死录死谁手 还确实不知道尽管有一些这个不少的迹象表明 可能共和党会拿回来这个微弱的多数 那如果拿回来微弱多数 那毕竟他是微弱的多数 他还是要跟民主党人合作 而且拜登还有最后的这个 这个如果是大家都评的话 他还有这个最关键的这样的一票 那当然如果你要想用以三分之二的多数 来否决总统的很多的法案 或者比如说像像那个如果要把原来的奥巴马care 就是要取消的话 那你需要三分之二以上的这个 现在看来是不可能 那你根本是实现不了 所以不是总统的这一支笔 他可以抵消到三分之二的美国两院的议员的这个这个议案 所以他还是虽然他是坡脚了 但他并不是他不他还是可以运动的 他还是非常大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呢 我觉得很少历史上来说参议员们愿意拿这个美中关系 做太多的文章 尽管历史上也做 你知道这个纽约州的参议员叫舒默 几乎每一年都把人民币拿出来说事 但是这一年他还 这一年没有看到有人就是大规模的炒作这样的案例 因为我猜想啊 一个他毕竟是中期选举 中期选举的大部分讨论的是local的 尤其是local选区的这种议题 所以说你说我们这个Montre Park 我们要讨论中美关系 好像这个是远了一点 这是一个 还有一个呢 就是他这个奥巴马的在国际议题上 我认为已经提供了他的对手足够的炮弹 什么埃博拉 什么中东 什么ISIS 什么一个接一个 他们说那我们 我猜想共和党的这些全国委员会运作选举 能说我们这个目标要稍微明确一点 我们究竟准备攻击他什么 你如果全攻击那就变成散弹枪了 所以你这个还要相对要集中一些 所以这在我觉得是一个综合的东西 但归根到底中期选举呢 这个拿外国说事的几率比总统选举毕竟是要低一些 因为他不是一个national的election 对 张律师 现在看来我们总统呢 11月6号退到北京去 其实大家 刚才你也谈到了 其实欧巴马要想做 他还是可以做一些事情 毕竟行政权利是宪法赋予他的权利 总统依然是全美国最重要的第一人 您会期待一些什么样的结果 我其实最期待的一个结果 就我很同意你刚才讲的 就是这个这些什么外长国务员来访问 国家安全事务顾问访问 肯定主要不是为了交朋友 他是要谈很多具体的问题 你刚才提到杨洁篪国务员在博士顿 使我想到他当年的时候 在驻美大使的时候 安排的这个德州农场会 你还记得 我觉得他做这些事情 他也比较长袖善务 他也非常了解这个美国的情况 但这归根到底不是为了交个人的朋友 确实这个中美两国的这个关系 是否能够稳定的发展 尤其是虽然奥巴马还有两年的任期 但是习近平主席应该还有个 至少要依照以前的惯例 至少要八年以上 那么那所以说这个毫无疑问 中国呢 我们也被这个事情打了很多次的节目 就是中国的外交政策的一个重中之中 那当然肯定是中美关系 你不要看现在中国跟周边的国家的关系 跟俄罗斯的关系 在非洲做了大量的投入 国家的投入 还不仅是金钱的投入 这个人道主义的投入 包括像埃波拉病毒的防治等等 中国是付出了很多的 就是承担着越来越多的国际责任 但始终来说 我觉得我也非常同意这看法 就是中美关系的稳定发展 是中国外交政策第一是非常重要的 第二呢是中国是否能够跟其他的国家 地区和周边发展关系的也是起到这关重要的 因此这个中美关系在中国领导人的心理当中 它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那么反过来再看奥巴马 我刚才讲了 那他当然他面临的就是作为美国的总发展 他所扮演的这个国际的角色 可能跟中国领导人多少还有不一样的地方 毕竟美国它是一个世界老牌的大国 它也是也许是自封的 但毕竟世界很多的事物 也有人说他是世界警察 但是毕竟世界很多的事物 还是需要美国人 至少美国人讲 你还记得奥巴马前一段时间讲的 接受记者访问的时候讲 当世界发生这样或那样的事情的时候 我愧悟他大意 那么这个世界人民没有去找俄国 也没有去找中国 他们都是来看美国 当然这个多少有一点自负 我觉得他毕竟就是这个美国 他的确是要扮演一个比较重要的军事 我觉得历史可能也确实赋予他这样的一个责任 所以在他快要结束自己任期的时候 他到中国去 我想的话他不会仅仅 至少这一次肯定不会仅仅是由善来使 他更重要的还是希望能够为自己的重返亚洲 为自己的中美关系 能够带来一些实质性的进展 这个其中一个实质性的进展 我觉得就是其实也不用再讨论别的 就是应该把它跟习主席 在安纳伯格庄园所确定的 这个所谓建立新型大国关系 新型大国关系 我觉得当时提出来是一个非常好的 坦率说也是一个非常新的概念 因为美国这个跟别的大国处理关系 那么所谓跟中国是新型的 那就意味着以前那就是非新型的 或者是老型的 这个老型的关系就是如果一个大国强大 那么美国就要对他进行遏制 那个大国就要反遏制 最近的一次例子 当然就是冷战期间的 这个美苏之间和他们两大集团之间的这个斗争 那么现在看起来呢 随着中国的崛起 中国跟美国没有发生这种冷战 更不要说发生热战 但是呢 的确是有这样的tendency 就是在尤其是在美国的国内 有很多人会觉得中国就是一个潜在的对手 是一个强大的假想 非常有可能变成当年的情况 也就是多次的这个美国的不少的这个思想库的人 或者是学者 或者是美国政府的前的退休高院经常提出来这些事情 所以当然奥巴马政府跟历任的美国的这个这个白宫的主人 都是认为啊 就是对中国是要采取以engagement为主 以containment为辅的这样的一个方法 所以这次去呢 我觉得他排除了其他的包袱 那么是否能够跟中国的领导人坐下来 来真正的把这个所谓新型大国关系 把它能够定义一下 就是看看我们究竟在哪些方面能够建立所谓新型大国关系 在我看来 确实是需要花时间花功夫 所以赖斯去中国那么多天 杨洁篪包括前一段时间王毅 我想他们也是希望能够丰富这个关系 这个关系里面我能看的就是中美的政治关系 政治的互信 如果谈不到互信的话 至少我们政治的底线 政治关系的底线在什么地方 中国在对周边的一些外交 和美国对重返亚洲在中国周边的一些外交 大家各自应该照顾和不应该跨越的一些底线又是什么 那么当然中美现在是世界性的大国 所以说在世界舞台上 中美之间如何协调和照顾对方的利益 或者是说尽量不要突破这个双方的底线 这个我觉得也非常重要 这是应该是新兴大国关系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就是我觉得 就是中美关系呢 现在进入到一个前无古人 后没来者咱们不敢讲 那么这个关系 以前从来没有过 他需要中美两国的领导人都要用前中国领导人 邓小平都要摸着石头过河 那在摸着石头过河的时候 我觉得他们首先要表现出来一个政治的勇气 这个政治的勇气就是我们一定不能发生军事的对抗 或者是正面的对抗 那么平时的这种矛盾 这种很多的时候吵架 我觉得这个是可以接受的 你很难想象 夫妻还要吵架 更何况中美两国在很多的问题上 的确存在着正面的冲突的机会 但是我们如何管控好冲突 这个是我觉得是必须的 因为任何时候一个政治的关系不好 其他的关系都绝对是免谈的 没有错 刚才张律师说到了一个非常重要一点 也就是说 其实中美两国都体认到两国关系的重要性 我前不久采访过中国前驻美国大使 周文仲先生 我觉得他有一个观点非常重要 他说中美之间管控分歧 这是中美关系比促进共同利益更重要 而且很多朋友我也特别注意到 美国的一些学者们 他说其实中美之间并没有根本性的冲突 有原则性的分歧 但是没有根本性的冲突 而中美之间的冲突 往往出现于突发的国际事件 彼此的管控 彼此的沟通 彼此的协调 这方面不太协调 你认为中美关系的管控的机制 中美关系之间的协调的机制 会不会通过这一次欧巴马的访问 特别是中方如此之高的重视欧巴马总统的访问 会不会有改善 我当然希望会 但是我坦率说 因为中美关系这么些年 我们也观察 就是中美关系的发生和发展 有的时候不完全 这个是依两个领导人 当然两个领导人的政治远见非常重要 政治勇气也非常 但是一两次的访问就能达成是非常难的 您刚才提到的 我也很尊重的周文仲大使 刚才讲的我也很同意 包括我这本书叫美国看法 事实上也是希望提供中国的读者一个机会 就是我想如果我们要避免误判 那我首先必须要做要学会如何正确的判断 也就是你做的一件事 比如说肖峰你今天要请我吃饭 那如果我要是觉得你是一个好人的话 我觉得你是想跟我发展咱们之间的友谊 但我要觉得你是一个不好的人的话 那我在想你为什么要请我吃饭 你是不是有其他的想法什么等等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 我觉得中美的确确实是需要管控分歧 但是管控分歧应该从一定要花真正的花时间 花精力要表现出强大的政治意愿 去了解对方究竟是怎么判断的 在这个问题上我坦率讲 我觉得中美双方都做得不够 做得不够的原因就是双方都觉得我们一定要减少误判 我这个慢慢的我觉得已经变成一种口号 这种口号如果不赋予他实质 就是你避免误判 你要准备采取什么措施 你有兴趣了解我真的立场是什么吗 你如果还不能正确的了解我的立场 和我之前是以什么样的reasoning 达到我今天这样一个立场的 请问你如何来解决我们两个之间的误判的问题 所以这一点我觉得就是中美到这个阶段 那么的确双方的智库双方的领导人 两国的老百姓 确实是需要真的说 如果我们真认为中美关系对我们两国重要 对世界重要 我们首先要学会如何正确的了解和判断对手 然后你才有机会谈到这个误判 这是第一点 而且呢 我也不太同意你刚才另外的一位学者所讲的 就是中美两国之间没有所谓的根本性的 这个分歧和矛盾 我觉得这个我倒不是特别同意 我觉得中美之间有一个不可回避的 也就是我们确实是有结构性的这个分歧和这个结构性的矛盾 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我们不能假装他没有 但是呢是不是有意识形态的不同 政治体制的不同 历史文化的不同 或者是对一个事情看问题的价值观的不同 我们就一定要发生对抗 我觉得绝对不是这样 因为这个事实上 你要想如果中美真的是有意识形态的矛盾 是不可调和的或者结构性的矛盾 那请问中美在刚刚改善关系的时候 在72年1979年的时候 那那个时候的这种意识形态的矛盾 中国那个时候不要说市场经济 连计划经济恐怕都说不了 就是一个完全的是一个跟美国完全不一样的这个意识形态 那那个时候他们因为有其他的共同的利益 所以他们的关系反而做得非常好 坦率说他建交的十年是非常好的 这个中美关系 也就是现在可能很多人还非常想起来那个十年 还觉得说这个中美关系在当时如果一直能维持到今天 该是什么样一个局面 所以说我觉得我们中美两国之间 我觉得的确存在着很多结构性的矛盾 有些结构性的矛盾不是我们自己想改变就可以改变的 但同时呢 我们我很同意这个周大使讲的 就是我们要管控好我们的分歧 但是呢我想说的就是管控好分歧 必须要从真实的 而且要表现出非常愿意和善意的去了解对方究竟在想什么 他想完了以后达成的某一个决定 那么我们再去说 那我们要避免误判 也就是说我们必须要知道别人是你怎么样 才做成了今天的某一个决定 那么我们了解了 那我们避免误判才有的基础 希望奥巴马和习近平这次的访问 至少能够再往上提升一个台阶 一次是解决不了的 环球视野东方智慧